大家好,我是老马 今天咱们要聊的案子 案番的名字叫钱永昌 他专门在旅馆下手杀人劫财 和咱们之前讲过的云南电机恶魔李之勇是老乡 目标都是驻旅馆的人 区别是李之勇采用的是电机的方式 钱永昌更简单粗暴一些 他和雷国民一样直接用锤子开砸 钱永昌一共是杀死了15个人 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 这辈子混的特别差 脑子里可能缺个细胞 一根筋走到底 除了不干正事之外 什么犯法就干什么 尤其是到了他人生的末期 任何理由都能成为他杀人的动机 就这么一个人 接下来咱们看看他这些案子都是怎么做的 钱永昌1936年出生 陆南遗族自治县板桥乡虎街二社人 这个陆南县于1998年正式更名为石林县了 也就是云南大名鼎鼎的石林风景区所在地 钱永昌就出生在这里 他家一共五个孩子 他是老大 剩下四个全是妹妹 用钱永昌自己的话来说 他这一辈子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和国家作对 从25岁开始一直到58岁 他基本上全是在监狱里边度过的 也创造了一个记录 他那是新中国历史上作案时间跨度最长的案犯 从他第一次杀人到最后一次结束 中间间隔了35年 之所以能出现这么大的跨度 也是因为他总是在监狱里待的缘故 没时间动手啊 另外呢 钱永昌只要是做坑蒙拐骗的小案子 就很容易栽进去 反而杀人搞大案之后都没事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咱们先看看他的早年的经历啊 1958年到1960年 钱永昌去了宣武县的一个部队当兵 不久之后啊 他就去修桂坤县的铁路了 这段时间他没有干违法的事 就在工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啊 他勾搭上了一个当地的女人 1960年9月30号这天 他和这个女的在野外见缝插针 搞精细化操作的时候 被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给撞见了 这个小伙是个民工和他是老乡也是路南县人 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年代啊 偷情这种事情啊 性质非常恶劣的 钱永昌一看不行啊 这事要是被揭发出去 那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啊 当天夜里 他就拿着一把斧子 找到这个小伙 把对方给砍死了 紧接着他就跑回了老家 提心吊胆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这事居然没有被查出来 慢慢的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1961年的一天 钱永昌在昆明市堂子下和一个人发生了冲突 一怒之下 他就把对方揍了一顿 结果下手中了 把人给打残了 最终呢 被抓了进去 判刑一年半 具体什么罪名不清楚啊 因为60年代的法律标准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钱永昌第一次进监狱 他之前杀人的事情没有被抓 打了个假计去了 刑板释放之后啊 钱永昌老老实实的生活了不到两月 又出事了 这小子在昆明偷了一些昏油猪肉 还有烩面 结果呢 又被逮住了 这次给他判刑两年 在昆明大板桥第一劳改所改造 1963年年底 出狱之后的钱永昌继续偷啊 结果没偷几次又被抓了 1964年被判刑三年 在云南省安宁县的光明农场进行劳改 1967年 三年的牢狱生活终于熬到了头啊 出去的时候啊 他还和其他育友一一告别 兄弟啊 我先走一步了 你们就在这里慢慢熬着吧 出来之后他也没啥事干啊 这个时候已经31岁了 还没结婚 他也想找个女人过日子 可是没钱没工作 自己还蹲了三次监狱 没人愿意跟他 正好当时大运动开始了 他呢就挤进的阶级队伍 开始浑水摸鱼了 当然了 还是继续偷东西 1968年又被逮住了 由当时的军管会啊 把他再次送到了光明农场进行改造 这次给他判了五年 那之前的御友看到他再次回来 都很惊喜啊 老钱啊 欢迎你再次回到快乐老家 钱永昌呢 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已经麻木了 和大家说啊 他的人生监狱之旅啊 这次才过了三分之一啊 1973年 出狱之后依然是无所事事 到处闲逛 游手好闲的 随后呢 他就开始为了钱杀人了 1974年8月份的一天 他在广西省柳州市柳江饭店的旅社住店 当时的旅店是那种多人间 好多个陌生人住在一个屋里 就像集体宿舍似的 和钱永昌同住的这个男的是广东省湛江人 两个人一聊天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白银生意的 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在当时倒卖金银可是犯法的 现在也是 私人是不能倒卖金银贵金属的 而且那个时候处理起来 比现在要严厉的多 你倒卖这些东西啊 性质就和贩毒差不多了 所以呢 钱永昌就认为啊 这小的肯定有大钱 于是啊 他就偷偷的准备了一把锤子 接着开始忽悠说了 我这里有白银的路子 想和你合作一下 但是呢 咱们在旅店里啊 说话不方便 我担心隔墙有耳 要不咱们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聊聊吧 这人呢 也没起什么疑心 两个人就去了柳江饭店附近的一个桥下 钱永昌趁人不注意啊 掏出锤子 几下子就把人给打死了 之后在他身上和包里啊 搜出来一千多块钱 这可是一笔巨款了 哎呦 给这钱永昌高兴的不行啊 尝到甜头的他 觉得自己找到了发财的好路子 那必须继续动手整啊 两个月之后 他在贵州省的贵阳市 用同样的办法杀死了一个做东崇下草生意的人 到手接近两千块 这两个案子也没破了 就这样 钱永昌的胆子彻底大了起来 他那就形似了 如果按照这种势头继续发展下去 发大财绝对指日可待啊 可是呢 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出大事 他的人生中啊 最大的转折点来了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之前 他偷东西被抓基本上就是三五年 只要好好改造 出来之后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啊 他就彻底陷入了低谷 事情是这样的 他因为说了一些非常反动的话 被以反革命罪抓了起来 由于性质非常恶劣啊 给他判了九年 投入了取静式路东煤矿进行改造 在这期间 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 钱永昌呢 还担任了劳改人员干活的组长 但是这九年时间让他吃尽了苦头 终于熬到了1983年 刑满释放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47岁了 完全和社会脱节了 一看改革春风垂满地了 他也想跟着争点气 于是呢 就迫不及待的加入了进来 但是这小子没有选择 踏踏实实的去做小生意 而是玩起了诈骗 前面咱们说了啊 他除了杀人之外没事 只要是干其他的事情就废 所以诈骗这个买卖 玩的不到半年 钱永昌又被逮进去了 哎哟我天 他这次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在坐牢的话和墙壁的 有什么区别呀 于是呢 他就动了越狱的念头 结果没成想 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越狱失败了 恕罪并罚 一下子给他判刑十年 扔到了松明四营煤矿劳动改造 这下彻底毁了 已经48岁了 又判了十年 这辈子基本上就废了 在监狱其他人的眼里啊 钱永昌啊 就是一个著名的老前辈 在他心里也基本上绝望了 觉得人生没有一点笨头了 十年之后啊 1994年的1月份 58岁的钱永昌 第六次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在这一刻 他就告诉自己 不能再有第七次了 因为像他这样的累贩 再进来至少十年以上 还不如直接一枪枪毙了算了 可眼前自己怎么办呢 没有家不说 四个妹妹早就不认他这个哥哥了 打了一辈子的光棍 无家可归 所以啊 他只能去找了一个昆明的朋友 在他家暂时起身 然后呢 另做打算 待了一个月啊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活 因为他啥也不会 年纪还这么大 于是呢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啊 他带着朋友家的两个小孩 去昆明的大观楼 当时呢 坐在一个凉亭休息 看到河里啊 有几对年轻的恋人在划船 不远处啊 还有几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夫妻 人家有说有笑的 别人都是成双成盾 而他自己就一个人 这无限的伤感和悲凉啊 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 现在没有家 没有老婆 洗衣服做饭全靠自己 倒还能应付得了 如果几年以后身体有病了 动也动不了了 那该怎么办啊 这辈子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你们说让我重新做人 我都58岁了 哪还来得及呀 你们让我用劳动 去创造幸福的生活 我他妈的劳动得了吗 算了 既然都这样了 那干脆做到底吧 运气好 就混出个人样来 混得不好我就死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 钱永昌干啥了呢 倒卖毒品去了 为啥干这个呢 因为这玩意风险虽然大 但是利润高啊 他在监狱待了这么多年 也深入了解过一些路子 紧接着他就在云南广西 这边开始贩毒 做了大半年的时间 这个过程中啊 他也是玩黑吃黑 一共是有三个案子 杀了三个人 和之前杀人的方式差不多 同时呢 也攒下了十多万块钱 这下子终于能压没吐气了 这个时候啊 他打算鸡喷洗手 拿着这些拼命赚来的钱 回老家盖个房子 再做个小生意 然后呢 找个老婆 从此之后 我就是个安分守己的小老头了 可是你想的挺美 钱永昌啊 命中注定的要倒霉 在他从昆明返回老家的路上啊 当时钱都藏在身上 由于他过于小心翼翼 就被几个小流氓给盯上了 半路上把他给截住了 所有的钱都被他们给拿走了 哎呦 给这钱永昌气得老泪纵横啊 美好的愿望又被打破了 难过之后 很快就转成了愤怒 我他妈要弄死你们 一个都别想活 于是啊 他就开始四处的找这些人 结果一个也没找着 这帮小子拿到这么多钱 早就跑没影了 钱永昌厌不下这口气啊 以前都是我抢别人 现在被别人抢了 谁能受得了啊 对不对啊 于是呢 他就看谁都不顺眼 开始慢慢的憎恨社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钱永昌彻底破罐子破摔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 我他妈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赚一个 接着呢 他就准备了一个小锤子 成了随身携带的武器 另外呢 还背了一把刀 之后就到处游荡 找目标 1995年的1月14号这天 他在昆明市 赋宁县小青街 正留大人呢 想抽烟了 但是没活 就想找个人见个伙 没一会儿功夫啊 不远处来了一个农民 吊着个烟往这走呢 穿得很破 看着比他还穷 钱永昌呢 就上去拦住了 说见个伙优 我估计当时应该语气不太好 对方听了 直接摆了他一眼 扔出来两个字 不接 哎呦 我天 钱永昌当时 气了个半死啊 你他妈的给我装什么呀 他就觉得这人看不起他 没把他当回事 于是呢 怒火中烧 我他妈弄死你 接着随手抽出锤子啊 一使劲就轮了过去 可是这个破锤子不结实 钱永昌轮的时候啊 劲儿十大了 锤头啊 直接从坝上掉了 然后导致了他 就拿个小木棒打了出去 对方挨了这一下之后 吓一跳啊 反应过来 就直接扑上去和他干了起来 钱永昌这个时候赶紧掏出刀子 迎面就捅了上去 正正好好的扎在了对方的脖子上 直接把人给捅死了 随后呢 他把尸体拖到了一个树丛下面 撒腿就跑了 这次啊 他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心情呢 是非常的愉悦 从这件事开始啊 他以后杀人的动机就形成了 只要我不高兴 那我就弄死你 之后他又重新买了个小锤 别带腰里 天天出去溜达 这里偷一点 那你摸一把 能活一天算一天 一个月之后 2月12号 这天是正月13 他呢 在昆明市一梁县的街上 突然碰到了一个 以前认识的老头 这老头啊 叫胡文龙 当年67岁 比钱永昌大八岁 是当地林业局退休的 见面之后啊 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聊了一会儿 然后老胡就跟他说了 哎 我有一个朋友啊 挺长时间没见了 走啊老钱 我带你去找他 咱们一块喝酒 钱永昌听完很开心啊 大过年的和朋友 凑一块喝点 这不挺好的吗 热闹热闹去 老胡的朋友啊 住在夏地者村 于是呢 他俩就走出了宜梁县城 沿着铁路线一直走 可是本来这个村子啊 离他俩的距离就挺远的 而且他俩岁数还这么大了 所以走了很长时间 两个人呢 没事就在路上闲聊啊 老胡信心满满的 告诉钱永昌 我这个朋友非常热情 他一点都不缺钱 咱们去了之后啊 他最起码得给咱俩杀一只鸡 另外呢 每人还得给一瓶老酒 钱永昌听了 就在那频繁的点头啊 老胡的话让他很有画面感 几个人一起吃着炖小鸡 喝着小白酒 那多开心啊 这个美丽的憧憬啊 就像望眉止渴似的 支撑着他走了这么远的路 好不容易来到了那个朋友的家 两个人进去一问 懵逼了 啥情况呢 原来这个人去年就病死了 那还吃什么鸡啊 连个鸡毛都看不到了 问题又来了 回去的路啊 此时就显得更漫长了 老胡自然是满嘴的歉意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让咱们俩白来一趟 还累够僵 这个时候 鸡肠鹿鹿的钱永昌 他的心情差到了极点 心里面就想了 你个老不死的 还说和人家是朋友 既然关系这么好 他死了你都不知道啊 害得我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 白白的欢喜了一场 那么既然你很想念他 我就送你去找他吧 于是呢 钱永昌啊抽出来锤子 三下五出二 就把胡文龙给打死了 随后尸体他都没管 转身慢悠悠的就走了 2月21号 他在路南县赵工庄的桃园附近 累了 有点走不动了 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 怎么办呢 正好看到前面过来一辆马车 赶车的那个人年纪也不小了 是当地的村民 钱永昌一看很高兴啊 有马车过来了 几步过去 一屁股就坐上了车 然后喊了 哎 带我一段 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很正常 关键问题是啊 钱永昌的动作和语气 让人很不舒服 本来你就是求别人办事 但是他这个架势 就好像是应该的似的 而且语气很生硬 一点都不友好 虽然这就是他的习惯 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呢 就和上次借火的情况一样 那个车夫听了非常不爽啊 立马就告诉他 我让你上来了吗 赶紧给我滚下去啊 钱永昌听了一愣啊 眨了眨眼睛 心里就想了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啊 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 他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说话语气有问题 接着车夫看他没动 又说了 你给我滚下去快点 钱永昌一下子就怒了 我让你滚下去再说 接着立马掏出锤子 对着车夫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一下子把人打翻下了马车 然后呢 他跳下车 上起一顿很杂 把人彻底打死了 随后呢 把尸体啊 拖到了附近的一个土坑里 在上面胡乱的盖了一些浮土 然后他自己当了车夫 拿着鞭子赶着马车 走了一段路 走着走着 突然觉得这玩意速度太慢了 而且目标还很明显 于是呢 他就赶紧下车 把后面的车给解开了 接着翻身上马 骑着就跑了 咱们不得不说啊 这老小子身体还行 你说连个马子都没有啊 他就能这么骑 还一口气骑到了宜梁县城 为啥来这儿呢 他呢 想把这匹马给卖了 换点钱 因为宜梁县这里 有个狗街镇 有个专门贩卖牲畜的市场 他呢 就带着马到这里找买主 不一会儿的功夫啊 围上来几个马贩子 人家呢 外来外去 觉得这老小子不对劲了 你这马很有可能是偷来的 于是呢 他们几个人就拦住了钱永昌 其中一个突然翻身上马 一溜跃就跑了 钱永昌虽然腰里有锤子 但他也没办法 对方人多 而且也不敢报警 只能自己锤头丧气的走了 认灾 几天之后啊 三月初 他跑去了云南省的许敬市 在这儿解释了一个老头 这老头啊 是跑江湖的一个民间医生 钱永昌呢 跟他混了几天 发现老头啊 主要就是在附近乡镇 卖自己的独家秘方草药 他就发现这个生意不错 请赚钱的 于是呢 钱永昌就动心了 如果我拜他当师父 学了这首绝活 以后自己可以自立门户 行行卖药了呀 接着呢 他就恳求这老头啊 收他为徒 传授记忆 这老头听了以后啊 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同意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给师父管吃管住 钱永昌一咬牙也答应了 既然想学本事 肯定是要付出的 没问题 我伺候你 接下来 他就跟着师父啊 到处给别人看病卖药 逐渐的 这师父的架子也越来越大了 不仅仅吃他的 助他的 还总对他呼来喝去的 半个月之后 钱永昌受不了了 他现在明白了 这老东西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天天指使老子给他干活 一点技术也不教我 这比看不起我还过分 必须杀着你 紧接着 3月20号这天 师父喊他一起去 昆明的大满桥采摘草药 两个人啊 走到了一个小土包附近的时候 钱永昌在后面 他一看四周没人 接着抽出了锤子 对着师父的后脑袋 哐的一下就抡了过去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了 毕竟是师父啊 他下手的时候 多多少少有点心虚 力度呢就不够 确实是一锤子打中了 师父棉帽子掉到地上 脑袋一点事都没有 老头中了锤之后啊 不慌不忙的回头就问 哎 你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钱永昌才知道 自己刚才手软了 然后一发狠 张口就说了 我干什么 我要杀了你 接着一锤子就砸到了 师父的脑门子上 这老骗子 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 然后钱永昌又过去 补了几下子 直到打死才停手 最后啊 他也没忘了搜走 老头身上的 仅有的一点钱 接着转身去路上坐车 又回到了昆明 和大家说啊 虽然这几个月 钱永昌没少杀人 但问题是 依然没有弄到多少钱啊 日子过得还是紧紧巴巴的 除了这些 他也没有来钱的路子 就只能像鬼一样的四处游荡 到了六月份的一天 他在云南省的开源县住进了东风旅社 房间里就他一个人 很是烦躁啊 晚上的时候 他就坐在床上抽烟打发时间 闷了半天 终于找到烦躁的原因了 为啥呢 因为他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 想明白以后啊 这老小子立马起身就出去了 留待了一会儿 看到路边啊 有几个战监女 他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 刚要过去 突然一想 我看看兜里还有多少钱 别不够啊 再挨顿揍 因为我是吃罢王餐的 想到这里啊 掏出口袋一看 发现真没几个钱了 估计都不够玩一次的 当时他就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就一个感觉 我这活的还他妈像人吗 只能打道回府啊 到了小旅社之后啊 自己坐在床上 愁眉苦脸 骂骂咧咧的 你说我上哪弄一百块钱去啊 想了半天也没辙 过了一会儿功夫啊 房门打开了 进来一个男的 有四十多岁的样子 也是一个旅客 住进了他的房间 进屋之后啊 两个人点了一下头 就没怎么说话 然后那个人立马就躺下睡了 钱永昌随后也躺下 可就是死活睡不着啊 过了一会儿啊 他就开始琢磨了 这哥们身上怎么也能有一百块钱吧 虽然看着穿戴不怎么样 但是能看得出来 他是外地来出差的 既然这样啊 不可能身上一点钱都不带 我也不要多了一百就行 他呢 就这样翻过来 覆过去打 熬到了凌晨两点多 然后听着那边的呼噜声啊 就感觉这哥们肯定睡得很沉了 于是呢 钱永昌就下了床 摸出他那个破锤子 来到了这哥们身边 稍微想了一下之后啊 对转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 瞬间这人的呼噜声就停了 这个时候钱永昌嘴里还骂了一句 这狗东西这么不耐打呀 接着又补了五六锤子 确定人被打死以后啊 打开灯开始找钱 要求不多 一百就够了 结果没想到啊 这次收获太大了 他从这个男的内衣里啊 翻出来整整两万三千块钱啊 哎呦 当时给他高兴的差点没命啊 从来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钱 咱们说一下被打死的这个人 其实啊 他带这么多钱出来办事 已经很小心了 一点都没有张扬出去 但是还是难逃厄运 这就是命了 点太背 你碰上钱永昌这种 急不择时的 只能自认倒霉 钱永昌的捧着这些钱 觉得时间还早 那就继续睡一会儿 于是啊 他就大摇大摆地躺到了自己的床上 呼呼地睡过去 两个小时之后自然醒 一看才四点多 这天还没亮 但也不能在这继续待了 于是呢 就收拾了一下 喊服务员打开了大门 撒腿就跑了 有了这笔巨款以后啊 他就赶紧把钱分批 存在了几个银行里 接着就开始潇洒放松了 大模大样的下馆子 找小姐 人生可算是彻底的发泄了一次 可问题是坐吃山空啊 眼瞅着钱很快就花掉一半了 接下来他就觉得 我这人生的第一桶金还剩下一点 要不我就用这点钱做个小生意吧 干点正事 琢磨了一段时间 他决定要搞种子方面的买卖 但是得先去租一个房子 得有个地方住呀 是不是 于是啊 他就来到了曲静市的麒麟公园附近 在这里啊 碰到了一个叫钱双元的人 钱双元当年43岁 是曲静市西山乡的一个农民 两个人一聊天 钱双元说了 他有个朋友啊出租民房 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就这样 钱永昌就跟着他到了村子里 谈过之后啊 觉得房租有点贵 钱永昌感觉有点承受不起 然后呢 他就告诉对方 说租这个房子的话 我要回老家凑点钱 眼前呢 需要几百块钱即用 你能不能借我点啊 这钱双元就很犹豫啊 我和你又不熟 为啥借你钱呀 钱永昌一看 当时呢 就拿出来一张三千块钱的存值 你看到了吧 我有钱 回头啊 我取出来就给你 到时候啊 我连着房子一起租了 就这样啊 单纯的钱双元就信了他 借给了钱永昌一百五十块钱 身上就这些钱 全掏了出来 钱永昌一看 这钱也不够啊 老哥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接着没啥心眼的钱双元啊 又带着钱永昌去了别的村子 找人借了两百块钱出来 最后 钱永昌带着这三百五十块钱就跑了 他这次玩的是诈骗 通过这种方式啊 弄到了点小钱 然后他就放弃了做生意的念头了 一个呢 是因为本钱太少了 另外呢 他觉得做小生意没啥意思 太辛苦了 自己杀了这么多人 不知道还能蹦的几天 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枪毙了 眼前快活一天算一天吧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他就开始吃喝玩乐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下来 手里的钱基本上就全给造光了 1995年8月8号这天 他住进了路南县的人民旅社 在里边待了整整一天 特别迷茫 潇洒的日子没了 我以后怎么办呀 一天都没有想出来办法 第二天8月9号 从早上开始啊 他就一个人在屋里发愁 一直到下午三点 抽完了最后一根烟 然后发现自己身上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 长叹一声 靠在墙上 非常的郁闷 用他自己的话描述 这个时候 他的想法就是 我姓钱 可是我命中注定缺钱呀 我他妈还叫钱永昌 我叫钱没有还差不多 老子有钱就可以花天酒地啊 没钱的时候啊 连个要饭的都不如啊 就在他烦的受不了的时候啊 房门开了 进来一个30多岁的老爷们 手里啊 拎着一小袋花生 进屋之后啊 他扫着老钱一眼 一看是个小破老头 一点也没当回事 都懒得和他打招呼 直接往床头一坐 打开了塑料袋 摸出了花生 开始津津有味的吃着 你说你吃就吃吧 这小子一边吃 还一边往地上吐 弄的动静特别大 钱永昌啊 就在旁边看着 因为他还没吃饭呀 花生的香味 让他的肚子咕咕直叫唤 不由自主的 就流露出来一种 对食物的渴望 对面的这小子 丝毫没有察觉 一会儿的功夫啊 就把花生 都给吃了个精光 接着呢 伸了个懒腰 从兜里啊 摸出来一盒烟 抽出来一支 慢慢悠悠地点上 钱永昌 在他对面 闻到烟味之后啊 烟瘾就犯了 可是自己现在 已经是淡尽良绝了 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对方啊 在那喷云吐雾 于是啊 他就赶紧 抛了几个媚眼过去 还轻轻地咳嗽了几下 提醒对方啊 给我也来一支 结果对面的哥们啊 听到动静啊 就往这瞅了一眼 完全没有理会 他哪里知道啊 对面这个小老头啊 马上就要变成死神 送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钱永昌一看 行 我让你不懂事 那就送你去 阴曹地府抽个够吧 想到这里啊 他就偷偷地摸了一下 腰间的锤子 然后不入声色地 下窗开始转移 来到这小子面前之后啊 他当时依然是闭着眼睛 在那尽情地享受抽烟 带来的快乐 突然钱永昌抽出锤子 对着他的太阳穴 一顿猛砸 人当场就被打死了 之后钱永昌放下锤子 一伸手就把烟拿了过来 然后十分解气地骂了 老子今天就必须抽你的烟 狠狠地坐了一会之后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哎呀 这下子舒服多了 抽完这根烟以后啊 他才不慌不忙地 去人身上找钱 最终呢 在裤子兜里啊 找到了一千四百块钱 收获也还行 另外呢 还拿下了一块双试盘手表 然后啊 他把钱一揣 手表戴在手上 满意地说了一句 这一次没白杀 老子又可以潇洒了 然后扯过被子 把手上和锤子上面的 血都擦干净 被子随手就扔到了尸体上面 接着收拾一下东西 转身出门 直接去了路南县的客运站 坐上了一辆去昆明的客车 晚上迫不及待的就去了 滇池电院的门口附近转悠 花了一百块钱 找到了一个暗昌 跟着这个女的去了一个小旅店 痛痛快快的 深入交流了一晚上 第二天 他在昆明转悠了一天 去了南泰桥 找到了一个四川人 把手表卖了五十块钱 1995年8月28号这天傍晚啊 他来到了曲径市 陆梁县的西城旅社 要住店 服务员呢 就问他要身份证 然后他说啊 我没带在身上 怎么办啊 服务员告诉他 没身份证的话 得多加点钱 加多少钱呢 五毛钱就行了 钱永昌很自然的 就掏钱入住了 因为他以前住店 基本上都是这种方式 没有身份证 加点钱就完事了 这一次啊 他住进的是一个三人间 不过当时房间里 只有他一个人 一直到了晚上十点多 他都要躺下睡觉了 这个时候啊 外边进来一个男的 三十多岁 钱永昌在床上 随便问了一句 你是哪来的呀 这哥们回答了 陆梁三叉合的 你贵心啊 钱永昌一听 陆梁的本地人啊 张口他就说了 我姓钱 金钱的钱 语气呢 又是有点不太友好 这小伙子听完 声应的回了一句 哼 姓钱的人挺多 但是有钱的不多 钱永昌听了之后 没搭理他 然后一番声准备睡觉 过了一会儿啊 这小伙子也不睡觉 掏出来一个水烟袋 坐在那里啊 开始咕噜咕噜的抽烟 钱永昌听到 这个动静很难受啊 于是他就说了一句 哎 这都十一点了 你是不是该休息了 那哥们随口说了 是 我抽水烟 可是过了又一会儿 他还在那边 折腾个没完 钱永昌一下子 火就大了 他就使劲喊了一嗓子 哎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睡不睡 你不睡 我还要睡呢 这小伙子听了之后啊 也没惯着他 突然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开口就骂 你个死老头 到我们路良这里撒野 你睡不睡 关我屁事 给我闭嘴 听见了没有 钱永昌一下子就小顶了 他说 好好好 我闭嘴行了吗 接着蒙上头就开始睡觉 这小子一看自己赢了 很神奇的又抽了一会儿烟 然后呢 舒舒服服的脱衣服 躺下睡觉 大约到了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啊 钱永昌醒了过来 借着月光 看见这哥们睡得很香 于是呢 他就悄悄的从包里摸起锤子 然后起身来到了对方的床前 瞬间 他的眼睛就瞪了六圆 接着就是一段狠杂 那小子稀里糊涂的 就到阎王爷那儿吸烟去了 随后钱永昌在这个人的衣服里啊 搜出来四百多块钱 借着扬长而去 这些钱不多啊 花了几天就没了 还得继续动手啊 9月22号 钱永昌住进了取静式的抗桥旅社 当时房间里面已经住进一个人了 年纪不大 25岁左右 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啊 得知 这小伙子是从天津过来的推销员 就这一句话 此时身上缺钱的钱永昌就动了心思 来这边推销 估计身上少说得有个千八百的吧 多了的话 好几万 十几万 也是有可能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打净注意以后啊 他就不动声色的躺下睡觉 等到了后半夜的时候 从踢包里抽出锤子 悄悄的走了过去 看准了对方脑袋的位置啊 也没开灯 就大体看了一下 使劲的就砸了上去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虽然病重了 力气也不小 结果不但没有把小伙子打死 反而一下子给打醒了 对方两只手啊 就开始在那滑了 嘴里还大喊大叫的 哎呦我天 这下子给了钱永昌吓坏了 赶紧把锤子顺手啊 扔到了床上 接着双手掐住对方的脖子 想通过这种方式啊 让他闭嘴 对方也不白给啊 他的两只手啊 也顺势卡住了钱永昌的脖子 两个人就在这叫上劲了 互掐了一会儿以后啊 钱永昌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这要是再掐下去 可能自己就先挂了 于是呢 他左手继续掐着 右手就摸过了锤子 胡乱的在这小伙头上敲了两下 然后啊 放下锤子 双手继续掐他的脖子 两个人就这样 从床上直接滚到了地上 大约一分钟之后啊 这小伙终于不动了 被他给掐死了 钱永昌呢 也松了一口气 在旁边咳嗽了好大一会儿啊 才缓过时的 然后赶紧找钱 结果翻遍了 这小伙的所有物品啊 只找到了两张五块的 一张两块的 还有一张两毛的纸币 总共十二块两毛钱 哎呦 给他郁闷坏了 没办法啊 赶紧收拾东西跑吧 在这之后啊 他又做了一个案子 弄了多少钱不清楚啊 也是在一个旅社里边 受害人被他打了几锤子 幸运的是啊 最终被抢救过来 虽然命是保住了 但也成了植物人 接下来咱们要说另外一个人了 就是两个多月前啊 被钱永昌骗了三百五十块钱的 那个钱双员 他把钱借出去之后啊 这人就消失不见了 他这才一时到被骗了 从他和钱永昌之前的聊天中啊 他回忆了一下 这老小子总去阿世马公园转悠 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 想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找到钱永昌 你还别说 十月十三号这天 真就让他给找到了 钱双员迎面过去就问了 老哥 啥时候还我钱啊 钱永昌混了这么多年 那撒谎的本事就是掌口就来啊 他赶紧说了 哎呀 我就是要来找你还钱的 你看我的钱都到位了 说完他就掏出来一张单子 一边比划一边说 这是九千块钱的货款单 还没等钱双员看清楚 他就赶紧放了回去 这个时候钱永昌话锋一转说了 可惜我的身份证丢了 取不出来钱 这样吧 我看咱俩岁数差不多 长得也有点像 你把你的身份证借给我用一下 我去银行取钱 这钱双员之前咱们就说了 他特别实在 说啥他都信 当场就同意了 也没大回事 觉得就一个身份证 给你用用能怎么着啊 递过去以后啊 他突然问了钱永昌一个问题 老哥 你认识人贩子吗 钱永昌听完之后 眼珠子一转 他知道这钱双员也是光过一条啊 估计是想买个老婆 于是他掌口就来了 我就是人贩子呀 专门卖女人 钱双员听完之后 想了想说了 我也认识几个人贩子 不过他们手里啊 都没有合适的姑娘 钱永昌拍着胸扑说了 太巧了 我手里现在就有脸 他们住在麒麟旅社里 明天咱们取完钱啊 我就带你去看看 要是不合适的话 回头我再给你找 听完他说了这些话呀 钱双员是十分的开心呀 你别说是健身份证了 要是能买到一个如意的老婆啊 之前那150块钱也不要了 这都不是问题呀 所以啊 他就立马邀请钱永昌 去他家里做客 请他小吃小喝了一顿 顺便多打听打听 买女人的各种经验 钱永昌这个老骗子 自然是山崩堤裂的一顿锤呀 把这钱双员给忽悠的晕头转向 当天晚上他就在这睡了 睡觉之前啊 钱双员发现他腰里别着个锤子 就问了 你在这晚上干啥呀 他随口回答说了 用来做伴的 钱双员也没听懂啥意思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啊 钱永昌起床以后 拿了钱双员的身份证就走了 从此以后 他就用这个身份证开始了新的生活 和大家说 他都没有离开取静 而且还总去那几个公园溜达 你说他胆子大吧 我觉得不是 应该是没啥脑子 几天之后 10月20号晚上9点 钱永昌寂寞难耐 鼓得不行啊 又想女人了 所以啊 他就跑去了曲静市的麒麟公园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暗昌 当年呢 20多岁 然后呢 就问人家 雷发多少钱 对方告诉他 50块钱一次 这老小子觉得价格有点贵呀 你不值这么多钱 再说了 自己什么身体状态 太了解了 也就几秒钟就完事 给你30 顶一下子 行不行啊 那小姐肯定不干啊 30太少了 最低50 两个人就这么纠缠了一会儿 不成想 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小伙子 他一下子就听出来怎么回事了 一脸鄙视的说了 爸呀 怎么个情况 50块钱你还嫌贵呀 掏不起这个钱 你就让给我 这个小伙子叫张国林 当年26岁 听他说完这话以后啊 旁边的小姐立马没开眼笑了 跟这破老头子相比 还是年轻人更舒服呀 于是呢 接着就上去挽住了张国林的胳膊 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勾勾答答的走了 剩下钱永昌一个人 在风中凌乱啊 接着他就开始恨得哑哑哑了 在那破口大骂 你们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啊 骂完之后也不解气 只能气呼呼的走了 两天之后啊 他从取静市坐车 回到了路南县的老家 下车后啊 是下午四点多 也没什么事干 就去了县文化馆附近留大了一圈 然后去了附近的大型旅社 用之前前双元的身份证登记入住 房间呢是旅社东楼的202号 进屋以后啊 暂时没有别的住客 他待了半个多小时 房门打开了 进来一个人 手里拿着一个大的编织袋 这人关门之后一转身 俩人对视一下 都愣住了 怎么是你啊 原来这人就是前两天 在公园里抢走小姐的张国林啊 钱永昌当时心里一惊 真他妈冤家路窄 没想到在这还能碰上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 张国林那边也很尴尬 笑了笑出来 哎呦 是你啊 钱永昌点了点头说了 我刚从曲静那边过来 你来这干啥呀 张国林告诉他 我这也刚下车啊 来这倒腾烟草的 不瞒你说啊 现在查的太严了 货都运不出去啊 钱永昌呢 微微点了点头说了 我叫钱双元 曲静西山乡的 人家就告诉他 我叫张国林 我家是宜梁县狗街的 哎呦我天 听完这话 钱永昌直接炸毛了 妈他狗街那的人 抢走了我一匹马 这仇我还没报呢 你小子又跟我抢小姐 你完了 我必须弄死你 但是他表面上 没有表现出来 又和张国林 愉快的聊了一会儿 晚上呢 钱永昌出去找了个小饭店 随便吃了点饭 接着去了录像厅 看了两个片子 半夜十一点左右啊 他才返回旅社 一进屋发现这张国林 还没有睡觉 正躺在床上 看黄色小杂志呢 两个人呢 就简单的聊了一会儿 各自睡觉了 和大家说啊 在看录像的过程中啊 钱永昌就想好了 弄死这个小子 他呢有三个理由 第一 张国林对他有横刀 夺爱之仇 得杀 第二 狗街的人对自己 有强马之仇 得杀 第三 你小子是倒卖羊草的 肯定有钱 那必须得死了 这不心里装着事吗 到了凌晨四点多 他就醒了 看了一下旁边的张国林啊 睡得正香 发财报仇的机会来了 钱永昌啊 从包里掏出锤子 捏手捏脚的 来到了张国林的床前 正准备下手呢 突然发现这小子裸睡 身上一点东西都没穿 这个时候 钱永昌脑子里啊 突然出现了一个 诡异的想法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就是情不自禁的伸出左手啊 对准张国林的单步 一个猴子偷头啊 就抓了上去 然后狠狠的捏了一把 哎呦 这得多疼啊 张国林嗷了一声 就坐了起来 他这一瞬间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家睡得正香呢 结果被人掏了一下子 他就颤抖着说了 要睡就好好睡 你这干嘛呢 钱永昌瞪着眼睛 恶狠狠的说了 我他妈让你一次睡个够 接着一锤子 就打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几下之后啊 张国林的脑袋 开始呼呼的淌血 不过很奇怪 他没有倒下 反而挣扎着扑了过来 钱永昌一把 把他给推开 又对着脑袋砸了几锤子 这个时候张国林啊 实在是扛不住了 倒了下去 不过他虽然躺下了 但是腿还是使劲的乱蹬 嘴里的大声的喊叫 由于他们的房间 对面就是值班师啊 这个时候 钱永昌突然听到 那里门开了 好像有人走出来了 于是啊 他赶紧抓起床头 张国林的一双臭袜子 塞进了他的嘴里 大约过了十几秒之后啊 值班师的门又给关上了 咱也不知道 钱永昌咋想的 他又把张国林嘴里的袜子 掏了出来 扔在地上 接着开始到处找钱 他以为人已经被打死了 没想到这张国林啊 突然就坐了起来 满脑子是血啊 事后他的脑浆都流出来了 坐起来之后啊 就瞪着眼睛 盯着钱永昌 直钩钩的看着 这个时候也说不出话来 眼神里啊 全是绝望和害怕 就是那种面临死亡的恐惧 和大家说啊 钱永昌这个时候正翻着东西呢 一回头看到了这一幕 哎呀我天 差点把他当场吓死 你怎么还坐起来了呢 你瞅我干啥呀 于是赶紧抓起锤子 再次扑了上去 对着小伙的脑袋 又是一顿乱砸 这次啊 彻底把人打死了 又用被子盖住啊 接着继续找钱 这次他一共找到了 十六块两毛钱 比上次多了四块 钱永昌特别失望啊 拿着钱在这骂骂咧咧的 妈的就你这倒霉鬼 还捣鼓烟草呢 就这点钱 还敢和我抢女人 嘟荡了一会之后 赶紧打扫战场 他呢拿着点盆啊 去外面的洗手间 打了一盆水回来 刚要进屋 值班师的服务员开门出来了 对他没好气的说了 不是你们刚才在屋里折腾什么呢 不想住的话就赶紧走人 想住就消静点 钱永昌非常平静的说了 我这么大年纪了 睡不着啊 刚才喊那个小伙子 起来坐车 结果我怎么喊都没用 他就是不起 要不咱说 这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 任性 听他说完 服务员给了他一个白眼 行了 一会儿别折腾了 接着就转身回屋了 钱永昌啊 赶紧开门进了房间 进屋之后仔细一看 哎呦我天 手上和衣服裤子上 有很多血啊 刚才那服务员硬是没看出来 估计他也是睡得迷迷糊糊的 不行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跑吧 他那就把手和锤子洗干净 换上了张国林的衣服 然后啊 把自己的血衣塞进包里 出门以后 路过路南县医院 拐了个小路啊 撒腿就跑了 一路折腾到了中午12点 到了宜良县狗街 在这里啊 坐火车去了开远县 路上的时候啊 把带写的裤子和锤子都扔了 到了开远以后啊 晚上住进了红江饭店 根据事后被抓他交代了 之后的这几天时间 他想了很多 你说连续作案 一次到手十几块钱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就一次碰巧的 弄到两万多 到现在依然是一贫如洗 以后怎么办呢 钱永昌觉得自己这辈子 没戏了 不管怎么做也发不了财 那么干脆直接往死里搞吧 没钱就没钱 混出点名气也行啊 这辈子虽然没有想到福 绝对不能就这么等死了 就这样 他呢 想着尽快搞点钱 然后啊 去卢西县或者陆良县 再杀一些人 只要弄到一笔钱 就去河口县买炸药 接着找个人多的电影院 一下子炸死个几十个人 我就彻底出名了 到时候能跑就跑 跑不了我就死啊 反正赖命一条 无所谓了 这就是他最后制定的 鱼死网破的计划 10月26号 钱永昌启程去了卢西县 用钱双员的身份证啊 住进了停车场的一个旅社 这里啊 也将是他人生中 住过的最后一个旅店 钱永昌稀赖的人生啊 马上就要被终结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很简单 原因就出在 他用钱双员的身份证上了 他杀死张国磷以后啊 警方根据住宿登记信息 直接就找到了钱双员本人 丽老哥就如实的告诉警察 说他的身份证啊 被一个叫张桂华的人拿走了 那虽然找不到张桂华 但是钱双员告诉警察 这个老头啊 还从一个叫刘友树的人那里 借了200块钱 找到刘友树之后 老头提供线索了 这个人自称叫秦建国啊 在胡永昌那里也借过50块钱 警察呢又到了胡永昌他家 人不在 他老婆啊 从家里翻出来一张照片 上面就是钱永昌和一个女人的合影 也不知道这照片怎么就让胡永昌给整去了 更关键的是啊 钱双员他又想起了一个事 这个老小子告诉我啊 他认识取经市北门间的刘旭良 那警察又去找人 刘旭良拿过照片一看 直接就认出来了 这小子叫钱永昌 因为我1978年老改的时候啊 和他在一个大队里 他是组长路南县人 我当时啊 在路东煤矿劳改 紧接着警察带着照片啊 就去了路东煤矿的预证科 管教们拿过照片一看 没错 这家伙就是钱永昌啊 随后呢就调出来大案信息 就这样 警察确定了这一系列案子 就是他做的 可问题是 这小子他在哪呢 根据他作案的习惯分析了 钱永昌基本上就在云南的几个县晃游 不会走太远的 所以10月26号这天 陆南县警方就把钱永昌的照片 发到了开源 卢西等11个县公安局 各地的警察就把这个带照片的协查通报 发到了当地所有的旅社 饭店这些地方 与此同时啊 钱永昌正好在这天上午 住进了卢西县旅社里面 下午旅店就收到了协查通报 第二天10月27号早晨 钱永昌退房走人 准备换个地方再找机会作案 服务员在给他结账的时候啊 一下就给认出来的 这不就是协查通报里的那个老小子吗 等他前脚刚一出门 服务员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 警察得知他已经退房了 估计要去别的地方 于是呢就赶紧到各个车站查找 把重点公路都设置了检查地 上午10点多的时候 钱永昌坐上了卢西县 开往失踪县的大客车 正在车上坐着等着发车呢 结果这车还没等着开走 警察就上来检查了 一下子就把他给认了出来 就这么简单 过去直接把他给摁住了 钱永昌也没有反抗 就这么落网了 随后路南县公安局局长 接到了卢西县的电话 立马带人过来 押运钱永昌要回路南 按理说案子到这就差不多了 也该结束了 并不是 因为钱永昌这个老小子 想要让他松口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这个过程也非常的精彩 详细的和大家说一下 钱永昌是10月27号被抓的 当天中午12点多 局长就亲自压了他回去 在车上 钱永昌这老小子 是既不动态也不说话 眼神呆滞 显得无比的迷茫 局长看了看 掏出来一根红塔山 对他说了 来老钱 抽颗烟 钱永昌一看 啥意思啊 怎么还给烟啊 局长呢笑了笑说了 问题归问题啊 烟还是要抽打 对他非常客气 然后呢又给他递了打火机 钱永昌呢 接过去小心翼翼的点上 吸了一口 接着说话了 我昨天早上还在路南县呢 何必今天费这么大劲 你们还这么多扯痕人来抓我 早知道在路南抓了我不就行了吗 这局长很客气的跟他说了 你呢是运气好 我们的侦察员都跑到外地去了 要是你碰到他们 早就几下来给你放倒了 这话一出口啊 钱永昌吓得一吉令 因为他之前进去过六次 知道局长说的这个话 绝对不是开玩笑 像他这种罪大恶极的人 抓捕的时候谁会跟你客气啊 怎么弄你都没毛病 过了一会儿的局长又说了 老钱啊 你也挺厉害的 我们这么多警察找了你这么久啊 总算是把你抓到了 钱永昌听了这句话 立马得意了 然后说了 哪里哪里 过奖了 我也是没想到会栽到你们手里 局长听了微微一笑 你继续说 钱永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哎 就那么一点事 一会儿回去都和你们说了 局长一听啊 心里挺高兴 看来这老小的是一个帅毛驴 不能和他硬来 回去以后啊 局长就把这些套路 和下门的人说了一下 下午两点 第一次正式提审 这个时候坐在审讯椅子上的钱永昌啊 那是一脸的孤傲 一副无畏生死的模样 这时候一个警察过来 很客气的先给他递上了一根红塔衫 先抽个烟 不着急 咱们慢慢聊 钱永昌啊 一边抽烟 一边说了 想当初我刚老改的时候 你们几个都还没出生吧 所以我喊你们一身老弟 没毛病吧 对面那几个警察都是微笑着回答 那自然是 没问题 接着钱永昌啊 就开始滔滔不绝的 讲述他混江湖的经历了 还有杀死张国林的过程 对面的警察各个心理神会啊 全都在认真的听 时不时的还插几句赞同或者欣赏的话 给了老小子鼓励 就这样 钱永昌越说越带劲 说到尽敬的时候啊 都开始带着表情和动作了 那叫一个相当投入啊 等他讲完最后一个案子 钱永昌说了 其实我也是想 即使活着也出不了名 等墙壁的时候啊 让大家看看布告 如果有人对我佩服 那也就够了 这个时候其中一个警察就对他说了 可是你就杀了一个人 也想让别人佩服 这不大可能啊 钱永昌听完当场就急眼了 什么玩意儿 你真是太小看我了 可惜啊 你没有本事让我上报纸 那个警察随后就告诉他 我倒是有几个朋友啊 在昆明当记者 关键是你的案情太简单了 不就是在旅行社里 趁人家睡着了 用锤子敲死一个人吗 这种案子多得事 怎么报道啊 老钱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 小老弟 老哥我的事多了去了 除了这一个案子之外 还有三个 但是我现在有点头疲 明天早上我跟你细说 警察就对他说了 行 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我看看能不能找几个记者过来 你的案子要是有影响力啊 就争取给你上报纸 第二天一早 钱永昌几里呱啦的一顿激情演讲 说了其中的三个案子的详情 全部记录完以后 警察和他说了 老钱啊 你要想出名 我确实可以帮你找记者 把这事给办了 可你如果就这么急起案子 写起来没多大意思啊 是不是 你再回忆回忆啊 钱永昌的一边抽烟一边说 今天我累了 休息一下 明天再说吧 还有好几个没告诉你们 他就这样 像挤牙膏似的 一点一点撑着来 和大家说 在这个过程里啊 其实有不少案子 警察都不知道是他干的 回头 钱永昌这不就去 只愿作案地点了吗 到了西城旅社 弄完之后啊 警察带他去了一个饭店吃饭 坐下之后 把他的手铐给打开了 当然了 他的两边都有警察守着 吃东西的时候 人家对他也很客气 不停的给他夹菜 当时把这老小的给感动坏了 他说我以前进来的时候 不是打就是骂 更不可能和人家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 现在你们还真把我当人看啊 吃完饭 小店抽上 钱永昌非常惬意 在回去的路上 车里的一个警察 又递给了他一个红塔扇 而且又那种充满佩服的表情和他说了 老钱啊 你和我们再聊聊 你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都多 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钱永昌当时就激动了 行 就冲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就全说了 接着 他又说了好几个案子 到了11月17号那天 警察就问他 老钱报社的稿子都编好了 你还有没有要交代的 要是没有的话 那边就正式发表了 这次你可真出名了 老钱一听赶紧拦住说了 别着急 还有最后几个 这次我彻底告诉你们 就这样 他从1960年9月30号 做的第一起杀人案 一直到1995年10月22号 最后一起 一共是杀死了15人 还有一个成了职务人 16个案子全部交代 时间总跨度长达35年 创下了新中国刑事案件的一个记录 接着他的事情也被几家报纸和杂志报道了 算是让他出了点恶名 1995年年底 钱永昌被执行了死刑 案子到这结束了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钱永昌这个人 属于典型的破罐子破摔型的 烂人一个 打了一辈子的光棍 不停的犯事坐牢 最后也没什么出路 就想着用这种方式一干到底 混个臭名昭著的名堂 也不算白活了 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之所以活成这个样 怪不得别人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而再 再而三的不知道悔改 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推向了绝路 大家想想 中间给了他多少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他但凡抓住一次 好好做人 也不至于最终混成这个样 其次用他的话来说 别人都看不起我 所以时间长了 我就要报复他们 咱们话说回来了 人活着就要和别人打交道 哪有不碰上这事的 是不是 尤其是你整天瞎混 不干正事 正常人有几个看得起你 怨不得别人都怪自己 钱永昌内心深处的那种极度的自私 还有人性的缺失 才是导致他走上绝路的唯一原因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看完 长视频制作不易 觉得老马讲的还不错的朋友 可以点个赞关注一下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个案子接耳聊